电子游戏时尚影响力最大的女生到底是谁呢 这个答案其实可以有好几位候选 从形象的知名度和IP本身的破缺能力来说的话 古墓系列的Laura肯定算一个 但街霸系列的春绿也能一战 但还有那么一个甜美的女生 虽然存在感不算强 却是30年来一直霸占全球总销量第一的游戏品牌的女主角 在系列的每一部作品里几乎都会登场 所以她同时也是史上拥有最多作品的女角色 许多玩家就算不知道她的真名 不清楚她的故事 也难免见过她的身影 而对于热衷讲解女性角色的我来说 又怎么可能会不为她专门做一期节目呢 桃子公主Princess Peach 又名碧姬公主桃花公主 为人天真可爱 温柔有礼 对粉红色有持近乎偏执的爱好 她是蘑菇王国的最高统治者 一生都被两位痴心的追求者围绕 一个肉糊糊的水管公大叔 和一只小爹很多的巨大龟壳手 于是先被库巴忙走 再被马里奥救出 就成了桃子公主的日常 而两人这英雄救美的无限循环 也成了游戏圈深入人心的老梗 纵观电子游戏史 虽说美国人早在1981年就做出了赤斗人小姐 但毕竟赤斗人小姐是个球状的神秘生物 外观上除了加个蝴蝶结以外 更是和赤斗人一模一样 所以要说到史上真正的第一位女性主角 那还是非这位85年在日本温室的长发公主莫属 作为资历最高的女前辈 在大部分正统的马里奥作品中 主角的冒险目的几乎都是为了去救她 绝对可说是游戏史里最有名的一位Danzo in distress了 也就是传统骑士故事里总会有的那个 等着被拯救的遇险少女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系列衍生作品的不断增加 桃子公主参与的成分越来越重 个性也变得更多样化起来 毕竟马里奥IP并不是剧情推动型的游戏系列 所以今天的内容呢 也会更偏重在桃子本身的发展成长史上 和绝大部分马里奥系列的传统角色一样 桃子公主一开始也是由龚本茂老爷子亲手设计的 还用了他本人最爱吃的水果来命名 后来龚本茂不满意自己的创作 让画师重新设计了一番 这才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可爱透顶的金发大眼形象 当然啦 早期的马里奥游戏由于红白肌的机能限制 只能把桃子做成红发白群的橡树块形象 于是那时的玩家只有在官方制作的剧场动画中 才能一睹桃子真正的芳容 也看到了马里奥和库巴被他迷得七婚八素的模样 在动画的结尾 桃子还有一位毫无作用的未婚夫登场 不过这家伙在后来的作品里再也不见踪影 估计这份婚约也早就被任天堂作废了吧 毕竟该IP可是马里奥大叔的主场 怎么能随便把女主角交给来路不明的王子呢 话说回来 毕竟那个年代游戏里的女角色 多数都是没什么存在感的遇险少女 所以早期的桃子确实没什么展露个性的机会 玩家们也只能从外表造型和稀少的台词上 去自行脑补她的真实个性 桃子看上去总是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被绑架成习惯了 她就算处在欧武斗中也能做到高贵优雅 临危不乱 这种脸谱化的温柔公主形象 原本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过想到马里奥和库巴二人 这么多年来对她的执着追求 再加上她和Daisy公主之间的闺蜜情 许多玩家也难免开始发掘 桃子公主性格中更有趣的东西 甚至脑洞起了她腹黑的一面 虽然在大部分正统马里奥作品中 桃子公主不过只是个无法操纵的剧情像配角 但在马里奥系列的衍生作品里 她经常会作为可游玩角色登场 时要在赛道上狂飙 时要在球场上爆孔 还陪伴马里奥一起战斗 让玩家对她活泼强大的一面有了直观的感受 这位马里奥系列的一节 当然也有自己的个人游戏 这辆还相当优秀 那就是05年发售在MDS上的超级BG公主 在这个继承的正统马里奥风格的横板跳台游戏里 桃子终于得到机会逆向操作了一把 成了那个拯救一切的英雄 游戏一开始 库巴就惯例跑去桃子的城堡上绑架她 而且这次库巴手里有个神器 也就是能控制他人情绪的震动杖 这个东西糟糕的名字 已经被世界玩家们吐槽很多年了 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呢 库巴发现桃子不在家 就用震动棒 就用震动杖把马里奥和路易吉两兄弟绑 回家后桃子发现胡子兄弟不见 意识到现在只有自己可以出去战斗 就抓起奇诺爷爷给他的暴力小黄伞 开始了救人之旅 小黄伞是被魔法变形后的男孩子Perry 还保留着人的意识 于是成为了桃子冒险路上的强力工具 不过震动杖的能力导致库巴所在的岛屿 充满了情绪波动的力量 于是桃子也开始歇斯底里起来 他的能力会根据情绪来变化 开心时能唱着歌上天 而一生气就会真正意义上的怒火冲天 停静下来时能给自己回血 悲伤起来还会泪流成河的暴走 这个躁郁正般的设定简直可以说是过目难忘 具象化的为大家展示了情感的力量 而结尾历经万难救出马里奥大叔 没救英雄 更是把该系列之前20年来 给桃子定下的形象好好颠覆了一番 我想这也算是任天堂随时代价值观的变化 给玩家们传递的信息吧 桃子早就不是那个需要人来拯救的少女了 而且在强力女战士当道的时代 桃子这位老任旗下元老级的女角色 怎么能不展露一把她的力量呢 要知道这可是86年就做出了 银河战士萨姐的任天堂了 当然了 马里奥系列注重的游戏氛围一直都是阳光 多彩可爱 所以老任也并没有让我们的桃子走上暴力打女的不归入 在系列的正统续作《超级马里奥3D世界》里面 桃子久违的作为可操纵角色登场 不再是举着雨伞的火焰怪 而是跟水管兄弟一起穿着猫咪装 蹦蹦跳跳的去拯救其他国家的公主们 把全世界玩家们蒙的不要不要的 让我这个动物控差点没喷出鼻血来 实在是太可爱了 不过老玩家们也不用失落 该系列的传统还是没有消失的 库巴这个死心眼可不会那么轻易就对桃子死心 再加上马里奥实在太久没有英雄救美的机会了 所以在正统续作《超级马里奥奥德赛》里 库巴终于憋不住了 直接穿着新郎礼服就抓走了桃子 准备再次强行拜堂 而马里奥当然也是熟练的干起了老本行 随便到处跳机关找找月亮 就追到了月球表面 破坏了库巴精心布置的婚礼 库巴可总算意识到了强扭的瓜布田 决定真情告白 于是两位三十多年的情敌 终于正面进攻了一次 同时朝桃子正式求爱 没想到桃子居然直接拒绝了两个人 转身踏上了回家的飞艇 库巴趴在地上痛哭流涕 马里奥一边自己伤心 还在一边安慰库巴 两大肃力暂时言归于好 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好结局了吧 主线结束后 桃子收拾好行李偷偷离开王国 踏上了环游世界的旅程 唯一陪伴身旁的 是差点变成婚纱配饰的 帽子国女孩Tara 而这样的安排 不也完美响应了 如今女性追求独立的生活方式吗 从存在感地下的遇险少女 到拯救他人的勇敢公主 最后再到孤身有力天下的自由自在 桃子公主在成长 而我们也在长大 这个伴随了不知多少人 由孩童到少年 再到成年的美丽女孩 她的进化同时也映射着 时光的流逝和我们的改变 只要环游IP屹立不倒 桃子公主就会一直陪伴 无数新的孩子们成长下去 而她所代表的该系列游戏 那多彩 纯粹又美好的娱乐风格 也是我心中永远无法替代的存在 今天的角色故事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希望我讲解的角色故事和游戏文化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你们的支持是我该视频的最大的动力 我是莉娅 我们下次再见啦